- 你來啦? - 你來啦? - 嗯, 來了。 - 你來啦? - 你來啦? - 哦, 來了。 来了怎么不出声 还以为房间见小偷了 要是真有小偷 也是冲着老板您来的 这屋里最贵重的 可不就是老板您吗 对了 这么晚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学店这个月的药 还有 认识的医生推荐了一款药膏 据说对手会复营有效 老板 别误会 我是怕你手速太慢 影响工作 您说什么都对 我怎么样无所谓 只要您对阿宁好就行 可就算再好 也阻止不了你们投靠魏清啊 我跟魏清只是工作 我们 你是说阿宁他 他住进了魏清家 你不知道 别打了 现在说不定都躺一张床上了 什么 只是单纯收留 不过魏清最近对你求饿不得 加上训练那个没节操的 也许一个不小心就 我明天叫他搬出来 很好 老板 我一直都挺想问 你这么在意魏清 是因为 因为我讨厌他 恨不得他去死呢 我不太明白 你们明明旗鼓相当 完全是可以合作的 就因为旗鼓相当 所以只能你死我活 不相信你问问他 愿不愿意和我合作 绝对不可能 原因呢 没有原因 硬要说的话 我说 八字不合 头疼 你们两位大老师逗爽了 有谁为我叫嘉欣存考虑过吗 你 你要是不想受委屈 可以跳槽来我这儿 不行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过来 凭什么呀 魏总 我们还是先忙工作吧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作为老板 我到底哪一点 比不上学资啊 他能陪我去洗手间啊 我们能一起逛内衣店 做美容室室 就连生理周期都差不多 亲戚来了 他能立刻借我生理卫生用品 你能吗 就为了这个 你都可以无理由讨厌学资 我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个呀 那我也可以做的 你生理期下次什么时候了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我跟你很熟吗 怎么了 别过了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下次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你 不会是生理期来了吧 少啰嗦 你不是说可以做到的吗 那买生理用品什么的 你应该都知道吧 我怎么会知道呀 你不是说 跟我不熟吗 要我帮忙也可以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跟薛姿谁比较重要 你你你你 行了吧 早这样回答不就完了吗 等着 我 找不到的话 你就问导购 你研究了半天 就为了买这个 虽然有出入 但它的构造 跟使用上来讲 百分之九十还是一样的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买成纸尿裤 还是大号的 导购拿错了 你就不能拿换 人家大老远跑去仓库拿 我怎么好意思 能不能凑个新用一下 我真是疯了才会让你帮我买 想去洗手间啊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 洗手间离这儿很远 我有办法 让你不用起身就能过去 什么办法 难得要公主抱 你快转过去 我干嘛呀 我干嘛呀 瞧你这点出息 不就是衣服脏了吗 你这是干嘛呀 送你回家呀 送我回家干嘛要公主抱 看你一脸期待的样子 谁期待了 你放不下去 别动 不然要是掉到地上 亲在一起 我可不负责 这里是不是离你家很近啊 嗯 反正也顺路 要不然就去你家吧 去我家 不行吗 难道不方便啊 不是 我家最近来了只流浪狗 喂 欧阳 我家里要来客人 你先把流浪狗送去宠物医院吧 什么 要我去住酒店 这是暂时的 董事长说了 过了今晚给你安排更好的 不就是想赶我走吗 怎么 我在这儿爱着他了是吧 不问你说 是的 我去 这个渣男 我告诉你啊 这个别墅是他承诺给我住的 我就赖在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 能拿我咋的 你